如今的豹月楼,已经铺就了一张遍布天下的大网,虽然各方势力都清楚,这个天下最大的青楼联盟是范家的产业,可是却没有办法控制,毕竟这是正经生意,不管是哪一国的律法都管不住它。 豹月楼开出去的条件好,对楼中姑娘们客气体贴,真真是宾客尽欢,劳资和谐,又有范贤的权利作为靠山,夏明记和招商钱庄作为金钱支援,短短四年时间便将触角延展到了每一处地方。 虽然豹月楼在情报方面的收集,还远远及不上监察院专业和强大,但是至少他给范贤提供了另外一个信息来源。 监察院终究是庆国的官方特务机构,范贤的心里总存着隐隐的忌惮,如果某日皇帝陛下让自己把监察院交出去,那自己的视力和听力都会下降许多,比如这封关于大皇子的密报,便证实了范贤大力扶持豹月楼所带来的好处。 关于密报上的消息,监察院的院报,甚至是企年小组的密报都没有提到一字一句,如果不是有报月楼通风,范贤都不知道,京都里又要上演一幕好戏。 当然,范贤也清楚,这件事不能怪监察院和企年小组,毕竟涉及皇族的颜面和天子家的家事,官方特务机构即便查到了少许内容,但在没有得到证实之前,又被内庭以及督察院御史监督着,真是无法空口白牙向自己报训。 但报月楼不在乎这些,在范贤手下的组织结构中,报月楼更像是御史台,有封门易事的自由,这封密报里提及大皇子要纳侧飞的消息,也只是京都偶尔传起来的留言。 空穴来风,未必无音,范贤皱着眉头,想着京都里发生的事情。 如果仅仅是大殿下纳侧飞,这只是件小事,用不着他如此紧张,但关键是,报月楼的情报里说得清楚,纳侧飞完全是由公理定的,大皇子事先并不知情,而且据说,大皇子对于这件事情有极大的抵触情绪,已经入宫与陛下吵了两次。 范贤很头痛,他知道这位大哥是个什么性情的人,虽然大皇子及时大体,但在涉及到亘古的王府家事上,却是倔强的厉害,加上他与大王妃感情和睦,怎么可能同意宫中再次止婚? 而宫中要他在那侧飞,明显带着更深层次的考虑,关于这一点,范贤也十分清楚。 自从京都谋判事真正平定之后,皇帝陛下在重新找回对自己长子的疼爱后,最开始处理的事情,并不是将大皇子调往边军出任实权大帅,而是暗中准备让大皇子纳侧飞。 所以说,纳侧飞这件事情,其实暗中已经进行了许久,只是一直被大皇子硬抗着,而没有真正的浮上水面。 大王妃是北齐的大公主,而南庆与北齐的蜜月期已经结束,皇帝陛下为了将来的战事,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长子被一个北齐女人管得服服贴贴,而将来的最后北伐,大皇子很明显是先锋大帅的最佳人选。 皇帝陛下的意思很清楚,先让他那侧飞,然后再寻个时机,逆个由头,将大王飞飞了。 意思很清楚,可惜的是,庆帝的几个儿子都有些不听话,大皇子从来就不是这么听话的人,才能硬抗了两年,只是从豹月楼的消息看来,宫里准备把这件事情挑明,直接发话主事了。 范贤头痛地抱着膝盖,恼火得很,心里对大殿下有极大的意见,暗想皇帝陛下既然逼得这般凶,你暂且硬下又怕什么? 能拖得一时便是一时,难道非要皇帝陛下下旨,然后你再去宫里玩一招,命死不屈? 皇族子弟,哪里有当情圣的资格,只是大皇子与大王妃这一对合亲而成的夫妻,到着实很有几分细水长流。 相邪至老的模样,让范贤大感敬佩,自叹不如。 敬佩之余,令范贤头痛的是,豹月楼里传来的情报奖的隐晦,却暗中透露了一个消息,皇帝陛下与宁非商议之后,暂时忍住了怒气,准备让范贤回京劝说大殿下那侧妃。 不得不说,在京都叛乱,太子二皇子死亡之后,庆队对自己仅剩的三个儿子,态度要比当年温和了许多,如果换成以往,大皇子敢如此强硬地抗旨,只怕早就被幽禁在了王府之中,哪像如今还能忍住性子让范贤去劝说。 皇帝陛下的秘址,估摸着还有十日才会传到范贤这里,报月楼收到的风声要快上许多,范贤抱着脑袋,心想着究竟是什么事。 当年北齐大公主千里南下嫁给大皇子,是自己出任的主婚时,难道四年过去了,自己又要当破婚之人? 正如他先前窥探,真是世事难料。 此时是上午,大东边洒过来的天光,透过青州军崖内的孤零零秋树,割成了几大片清光,要得房间纸窗一片清楚,一位婢女端着一个盘子从窗外经过,在窗上映下一道影子。 影子安静地站在范贤的身旁,看着一脸忧愁的他,一言不发。 这位天下第一次客,习惯在了陈平平或是范贤的身后安静地助力,荣于建筑或是景致的阴影之中,她看惯了监察院前后两任主人无时无刻地烦恼,而依然没有习惯与他们交谈,为他们出谋划策,因为她的任务只是杀人,而不包含这些动脑子的可怜事。 从草原上回来后,影子脱掉了牧民的衣服,重新回到了范贤的身旁,就如以前几年那般,十分安静。 但范贤偶尔发觉,这位天下第一次客,时不时会看两眼院内休养的王十三郎,眼光有些复杂,有些怪异。 我现在还不能回京,范贤知道影子不是阎兵云,不是邓紫月,更不是化劳王起年,等着他开口,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揉了揉眉心,说道,一来西凉路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二来,经理既然没有消息出来,我这样急着赶回去,有些不妥。 这只是小事情,影子知道范提斯想找自己说话,略顿了顿后说道,不用太多操心。 范贤摇了摇头,叹息着说道,不是小事,你不知道老李家的这些男人,一个比一个倔,就说成钱和老二吧,居然倔着死了,也不肯向陛下低头。 大殿下虽然性情要豁达许多,但骨子里却鼓东夷人信号自由的味道,陛下这般逼迫于他,谁知道他会做出怎样吓死人的应对。 等不到影子开口接话,范贤满脸忧郁,继续说道,陛下,甚至是朝野之中的所有人,似乎都坚信一点,那便是非我族类,齐心必义,若非如此,也不至于因为大皇子一半的东夷血统,便没有任何人相信他会继承皇位。 他本身便有一半东夷血统,取得王妃,又是位北齐人,在当前这种局势下,陛下要他废妃,其实对他倒是有回护重用之意。 京都平叛室中,一共有三位大功臣,分别是范贤,叶仲,大皇子,大皇子其实手握禁军,控输要害,却坚决地执行了皇帝陛下的所谓遗诏,成功地将叛乱的形式控制在一个庆国国力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因为此事,皇帝陛下对他的态度也有了极大的改变,不再像往年那般冷淡。 准确来说,皇帝陛下对大殿下有些许歉疚之意。 范贤一面揉着有些生痛的眉心,一面轻声说道,所以他想弥补大皇子。 而以大皇子的平生志向而言,最好的弥补,当然是任他为先锋,替南庆南征北战,一统天下, 在沙场上绽放光彩,陛下是真的决定用他为帅,这才必须要废了大王妃。 想到此节,他对皇帝陛下也生出了些许怨气,大王妃是北齐大公主, 确实对大皇子出任北伐主帅有些影响, 但是何至于要用那侧妃这种不入流的攻斗手段来解决? 这哪里像是异国之君所应该持有的风度,倒像是一个和自己儿子赌气的老家伙。 他忽然心头一震,猜疑道,难道皇帝老子还没有从以前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疑心,从而要用各种手段把这些疑虑消除在萌芽之中。 范贤的心渐渐冷了下来,发现自己这几年犯了一个错误, 自己依然低估了皇帝陛下强大的权力欲望, 以及身为帝王天然的多疑与冷酷。 做儿子难,做皇帝的儿子更难, 做庆国皇帝的儿子更是难上加难。 范贤吐出一口浊气,知道自己回京之后, 只怕要夹在陛下和大皇子之间难过, 那还不如先不去想这个问题。 但他有些好奇,不知皇帝陛下只给大殿下的侧妃是谁家的女儿, 又是哪位王公大臣,竟然如此不怕死, 敢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大王妃这只母老虎, 大皇子这只公老虎, 以及宫中宁妃这只老母老虎的嘴里。 京都评判之后,念及宁财人之功之德, 又顾及大皇子的颜面, 皇帝陛下终于将他提了位分, 在迟了二十几年后,终于封他为贵妃。 只是这位当年的东夷女奴, 在成为贵妃之后, 依然没有改变当年的泼辣性情, 虎性十足。 大皇子一家, 那便是虎林啊。 反正不可能是弱弱, 这点范贤还是有信心的, 皇帝陛下如今对自己信任宠爱十足, 又深知自己当年为了弱弱的婚事, 不惜把红城打成了一代淫人, 自不会以此为撩拔自己, 因小失大。 范贤站起身来, 推门而出, 迎接满院的秋色, 不再去向京都那处的烦心事。 此时已是深秋, 君崖处满眼望去, 尽是一片干净的疏离之色, 天空极高, 云色极淡, 令人一睹, 便生出心胸旷达之感。 青州城地近西湖, 颇有草原之风, 或许只有在这种地方, 才能让人们养出开朗明媚的心情, 比如那位皇族中的一类大皇子, 比如这位贵族中的一类夜灵。 范贤微笑望着院内的姑娘家, 心想大王妃如今的处境很艰难, 但二王妃却似乎已经从老二的死亡阴影中逐渐摆脱出来, 人世间总是有些好事在发生的。 王十三郎的身体恢复得极快, 如今已经能坐着轮椅在青州军崖内四处闲逛。 因为夜灵的那句话, 范贤也懒得在做那些无用的遮掩功夫, 换了几个丫头负责推车, 另派了几名六处下属跟着保护她的安全。 这十几日里,范贤忙于与定州方向联络, 同领整个西凉路的反攻行动, 而且要与草原方面进行私底下的交易, 十分忙碌, 便没有怎么注意王十三郎的动静, 但是她的眼睛不瞎, 也瞧出了这座孤清冷漠的青州军崖, 因为王十三郎的醒来, 渐渐发生了一些改变, 秋园之中偶有春意透出。 当王十三郎坐着轮椅, 在园内四处偶歇之时, 离她不远处便会有位姑娘家正坐着, 坐着旁的事情, 比如绣花, 比如半呆头鹅看风景。 而那个时候, 王十三郎便会变成呆头鹅, 正正地看那个看风景的呆头鹅。 这一对年轻的男女, 除了正面撞倒时, 会彼此问安, 并没有说些什么闲话, 只是这样吃傻地坐着角色的扮演, 直欲驱向向天歌, 又恐红掌青拔, 扰了无心轻波。 范贤是监察院的小祖宗, 而叶灵便是青州城的小祖宗, 他一声令下, 再也没有像过往一年间那般, 日出城拦截那些草原上奔驰而出的打草谷的胡人, 而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军崖之内, 而且军崖之内的旧部署们全部被赶了出去, 只留下了仆妇丫鬟之流。 于是青州军崖小园内, 如今便多出了一个风景, 正是范贤心里暗笑响的两头呆头鹅模样。 如果用每一些的词句便说, 便是那句什么风景, 什么风景里的人, 什么看风景的人。 对于互相倾慕的两个人来说, 彼此便是对方的风景吧。 叶灵儿是什么样性情的女子, 身为他师父的范贤当然心知肚明, 有时候扪心自问, 如果自己是个女子, 只怕也要被王十三郎正面的 三十八道刀痕阵的惊心动魄, 铭心刻骨, 更何况十三郎是个沉默而温柔且英俊的人, 如此人物, 怎能不让生于军中的叶灵儿动心。 虽然叶灵儿的身份有些麻烦, 但范贤却不担心这个, 皇帝陛下在两年前便暗中下了恩旨, 允许叶灵儿改嫁, 由他自己挑选夫婿, 这是天大的恩典, 只要他瞧中了的人, 只怕南庆朝廷抢, 也要给他抢了过来。 如今的问题在于王十三郎的身份, 他虽然暗中替监察院做事, 皇帝陛下也暗中知道此事, 但他毕竟是四顾剑的关门弟子, 是东夷城剑儒的十三徒, 叶灵儿曾经是二王妃, 却要嫁给东夷城的高手, 不知道过不过得了宫礼的这一关, 当然, 如果东夷城能够在自己的主持下, 彻底倒向庆国, 那么这些障碍也就不存在了, 范贤决定在这件事上尽些心力, 也算是替皇帝替叶仲, 弥补一下这位可怜的姑娘家。 只是有一个问题, 范贤好笑看着园内的两个人, 摸着鼻子想道, 这两个人眼下还处于一处奇妙的状态之中, 总要有人揭破才行, 而且最关键的是, 叶灵儿喜欢王十三郎并不出奇, 王十三郎的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叶灵儿身份在尊贵, 毕竟也是位真正的小寡妇, 她知道王十三郎为什么被叶灵儿的侧影吸引住, 因为那侧影十分落寞, 但是范贤知道真实的叶灵儿并不是这个样子, 尤其是绣花。 范贤打了个寒战, 叶灵儿居然当着王十三郎的面绣花半娇妾, 如果这事传回京都, 传到玩耳朵里, 只怕会让妻子笑得昏死过去。 她决定告诉王十三郎一个真实的叶灵儿, 以免自己极为欣赏的年轻友人, 婚后才发现自己的人生原来是一个极大的误会。 正当范贤走下石阶, 准备去打扰那两个目中无人的年轻男女时, 门后的影子轻轻说了一句话, 她顿时停住了脚步。 这些天影子一直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行踪, 以免被王十三郎发泄了什么。 范贤知道影子与剑炉之间复杂的关系, 也知道影子的真实身份,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四顾剑与影子有不共戴天之仇, 此时在秋园之中, 看着四顾剑最疼爱的幼徒影子的心情, 并不像园中男女那般愉快。 半晌后, 范贤说道, 明年春天我们再去, 她不会这么早死的。